我們也不能接受反方的收點 因為我認為反方的收點 的確在你的描述裡面 是你所想像的那個樣子 就是這一個假政黨 大概開始創造民進黨class 國民黨更棒之類的 就是你會有更多更複雜的選制 導致於人民所投出來的票 其實是不能夠被理解的 不能夠被展現為真實的意圖的 至此為止 這樣比賽裡面 正反雙方理論上的比較應該是哪 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在場上任何一邊 我會做出來的選擇 是我要去跟大家談 為什麼理想的選民更值得我們接受 或者是為什麼大眾的意志 即使他不那麼理想 也是我們妥協的目標 我認為損一筆的方式跟方向 應該從這裡出發 但老實說沒有 我說實話 就是這樣比賽 這樣比賽 因為我認為結邊沒有人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最後我的認知是 我認為反方最後的收的這個點 其實比較偏向於 你們一開始在談的那個大黨更大的那個地方 的確在正方所逼問的邏輯下 我認為反方不把他視為一種真實的避害 你怎麼只是認為這一種操弄 他好像壞壞的 可是實際上會導致什麼避害 不知道 那直到最後 你們才把他收向那個人民不懂的那個點 我認為有一點點反 所以我覺得從論點的一致度上來說 我認為正方一開始所情愫的那個小黨議題 我更能夠接受 所以我沒有把論也能夠判正方 因為真的很感謝大家的問題問我 謝謝大家 謝謝蔡陳佑先生 因為正方其實開篇但講的其實兩個需要性 聽起來像是一個是 現在的區域立委是很消極的 沒有辦法去推動一些 所謂全國性的法案 這是你們不樂見的 那另外一個是 就現在的選舉制度會產生氣榜效應 那我覺得這兩件事情 真的尤其是在反方做了詢問之後 聽起來真的跟連立志並立志很沒有關係 我覺得是這場比賽就是我沒有聽到能夠解釋到的 我甚至覺得這時候好像可以直接手牽手 就是大家就把區域立 就是如果按正方想要解決的事情的話 那我們就把就是區域立委廢掉 全部變或是擴 或是把他比例降低 然後也把這個所謂的5%的門檻廢掉 好像就可以手牽手結束這場比賽 跟你們要討論連立志並立志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就是我覺得我一開始是沒有聽到 那後面你們中間都互相試圖 有要去討論這件事情 可是都流於說 我流於我覺得看到就是可能正方會說 那可是我們這個就是更強調比例的代表 更強調比例性 可是你們就會用這樣的話語 來帶過那場比賽的直達 可是我沒有聽到真正的邏輯 為什麼這個跟連立志並立志的關係在哪邊 那另外是就是扣到反方後面的解決力 你們在這張稿講的是是說你們覺得會增加 5個小黨20個喜次 或是連到後面學弟在講的時候是講說 你們覺得實際上可能就是可以讓一些小黨 比如說綠黨進去國會有寬到相關的生意 在國會裡面被發生 但我覺得這個解決力好像也對不上 你們前面講的需要性 所以我覺得在整個 然後或者是說那你可不可以單獨開一個利益 就是說多了一個這個綠黨進入國會的之後 這個多元代表了什麼意義 那我覺得其實我也沒有聽得很出來 就是這個跟屬性的部分 我覺得在今天正方制度底下 以及反方挑戰之下 我覺得是沒有清楚呈現的 那跟需要性解決力 還有最後價值震不起來的原因之下 我就沒有辦法把我的論點盆書看給正方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就是剛剛學長前面剛剛前一位學長講的制度上 我覺得有很多疑問的部分 一個是剛剛學長講的廢物他門檻之後 是什麼樣的一個計算方式 是今天假設政黨他出了200個政黨 只要每一個政黨都有一票 那就可以拿到一席嗎 就是一個疑惑點 然後這個我覺得其實對應到反方的問題 就是你們講的成本的問題 所以反方一直刻著 刻正方的舉證在制度上的說明責任 希望正方能夠告訴我們 你們是怎麼去計算這個期次 你們預算方式會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是正方比較迴避沒有去解釋的 那也因此我覺得在反方 我不知道你們是因為自己沒有準備成本 這邊你們本來要怎麼爭避它 還是因為今天正方的制度 讓你們無從去計算那個人數 所以你們後來有點放棄成本的這個比較 你們只能再把成本拿下來講一次 可是你講不深 你沒有辦法去講說這到底是多少錢 你也沒有辦法講說這個錢是不是浪費的 這個錢的合理性淡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幣台其實在今天這場比賽 其實對我來說也是沒有成立的 那另外一個制度的問題 我覺得是正方說如果失去黨籍 就要主選的這件事情 跟反方的所謂的假性超而息次的 我覺得這兩個制度就是我會在這場比賽 非常的搞不懂 因為就是我覺得正方的意思應該說 在正方的世界底下分區假設得到了40席 那部分區有假設政黨票 他應該照我來說分配到42席 所以這個政黨應該會再多兩席 那這兩席應該才是真正比較像部分區 另一個概念 那我不知道你們所謂的失去黨籍補選的 這個機制跟你們區域消解這個需要性的解決的關係在哪邊 那我又反過後來覺得 那如果在制度沒有交代清楚的話 在反方最後三遍學妹講的時候 我才終於搞懂你們那個假性超而選舉 大概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可能可以理解 就是民進黨可能會成立一個民進小黨 也像正方學妹在執大的時候還問的 就是民進黨的支持者真的會因為 他們不推民進黨來政黨票這個環節 而是推出另外一個民進小黨 就支持民進黨的學令嗎 我覺得會啊 因為你不是說他是民進黨的支持者嗎 那除非你說你覺得正方想要講的 應該說你覺得不會被操弄 因為可能是要民進黨 可是民進黨當然就是想要 讓民進黨的聲音大一點 因為他是民進黨的支持者吧 所以你應該反過來講是說 其他中立選民不會讓這件事情被發生 比如說國民黨也這樣操作 或是其他黨也這樣操作 所以實際上整個這個風險是可以被控制的 因為大家都會一起操作 類似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才會比較能夠有效的 去解決這個必泰的問題 所以總之而言就是可能也有點對不起大家 因為我真的沒有搞得很懂 在今天正方消防所詮釋的制度底下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最後可能只能比較肅操的 因為我覺得正方沒有證明成功 那反方必泰對我來說 也沒有證明成功的情況之下 就是去做判決 那其他部分就會產生這樣 各位在階段性答辯上的一些技巧 跟展現的方式 那以上如果有不足的提示 想要再換一代來找我討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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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怡平女士精采獎評 第2宣布比賽結果 首先先聲明評分單順序跟講評過 圖無關 第1張評分單正方91 反方81 正方正方 第2張評分單正方69 反方75 正方反方 第3張評分單正方82 反方853.5 正方反方 恭喜中正大選以2比5獲勝 接下來頒方正場獎金 我們請溫怡平女士來頒獎 請反方正午班 我們派一位作為代理理獎 請問您就贊成了 還可以請他 下個階給你 再 jump 這裡 Caribbean 好 謝謝 下個階給你 你會等你們幾塊晚上 一會下隊 有一會上士 夏天 喝吧 和縫房 不用緊 沒有啦 謝謝 我晚上要去參加運動會 我上手就是很 安全的 現在沒有辦法品嘗過兩次 太多了 都太多了